首先帶大家回到這個網站 因為我想我們的Projector不是很清晰 所以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話 也可以回到Youtube 可以有一點複雜的溫習 我們上個星期就開始了這一系列的講座 就叫做《摩西五經》 這個題目是《鳥嵌紳士爺》 如果你上個星期在這裏 你應該記得我說 我們的取向跟平時有點不同 我們不是一段一段地看 而是我們想整本書去看 我們看《創世記》、《創世記》 然後我們問我們去overview 例如《Bird Eye View》去鳥嵌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究竟作者是要寫什麼東西給我們呢? 但是這個《紳士爺》 除了是這個鳥嵌去身之外 其實有另外一個含義 另外一個含義就是《新藥》 從新藥的觀點、從新藥的角度 再去看這本舊藥的書 或者是五本舊藥的書 看你怎麼想 究竟《摩西五經》是一本還是五本?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記得我上個星期在這裏說 因為Jewish Influence 很多我們今天的舊藥的學者 都是猶太人 猶太的學者當然 如果你當他的學生 他死都不肯跟你說新藥 他不會相信的 除非他是保羅 所以因為他不是的緣故 所以他很自然會有一個反應 就是說我們讀舊藥就讀舊藥 就不要侵了新藥下去 久而久之 這些東西就會引入神學院 為什麼呢? 因為神學院的老師 都是跟這些學者打交道 去學習的 於是其實你出去 如果你講舊藥講座 你千萬不要講新藥 因為你怕別人就吵你 為什麼你這樣不專業 不是很專業 於是久而久之 我們的教學方法 都是受到這些影響 以至我們回到教會 我們讀舊藥都是這樣讀的 當然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讀舊藥 都可以很自我忠心 或者我們的腦子覺得不夠大 我們裝不完整本聖經 於是 這個牧師走出來 只有三十四十分鐘 跟你講了一篇道 哪有空跟你由舊藥講到新藥呢? 於是很快地講了舊藥的故事 可能你也不是很熟悉聖經 講完故事差不多應用了 根本沒有時間 但你去到新藥就已經形容了 我剛才說了 除了是時間關係之外 你也是一種自我忠心的反應 因為我們經常來看聖經 就是在想 跟我有什麼關係 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你背後的意思是 對我有什麼好處 對我有什麼好處 是吧? 我給你一個例子 你會知道 譬如說 詩篇我覺得是舊藥裡面最難讀的 最難讀的意思是 因為它是最容易讀錯 是吧? 你一讀詩篇你讀什麼呢? 就是關於我的 是吧? 詩篇裡面 很悲慘的那個就是我 是吧? 經常欺負我過我的老闆 是吧? 我其他人 於是呢 今天也是 我們大家讀詩篇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 可不可以做詮咒師 可不可以詮咒我們覺得 不公義的事情等等 我想有一點點我們讀錯了 詩篇是一個很有趣的一本書 我講一點點 他參與了一百五十篇詩篇 那些詩篇都是由他們 起初寫這個詩篇的作用 譬如拜一讚美詩 在聖殿裡面敬拜上帝 這樣可以了 但是有沒有想過 詩篇成書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那為什麼那些人呢 將 即是以色列 當然不止一百五十篇詩篇 為什麼要將他們 修為成書 成了書之後 他們再唱這個新的詩篇 是有什麼異議?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那原來呢 其實你去讀詩篇 最重要的是 不單止是 通常人們都會跟你說 這本詩篇 背景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形容給你 其實他原本那個詩篇的背景 可能還未夠解釋 你應該怎樣運用這本詩篇 而是詩篇成書的時候 是什麼理由去成書 是誰將它拿在一起 是什麼時代去為什麼 現在外面有些學術的研究 就會說 越來越覺得 詩篇其實是 以色列人被老回歸之後 在等待著舊主來臨的時候 而成書 那你說有什麼重要呢? 重要的地方就是 那些詩篇是拿來 在等待著 應許君王的來臨 那些詩篇就不是 我們走進來 吹在一個讚美上帝 那麼簡單 原來還有一個理由 你發覺所有的詩篇 開始有一個 我們叫做預言的功能 他們在預言著將來 譬如我讚美詩 本來就是讚美詩 對嗎? 現在的讚美詩是 讚美將來要來的君王 有一點點不同 那個讚美是一個 future tense 有一點點 因為他在等待著 將來的君王 如果你敢去明白 整本聖經的時候 你開始明白 你不可以只停留在舊約 你也不可以停留在你自己身上 你一定要在想著 上帝在想著什麼 如果你上個禮拜在這裡 你知道我問你 我說摩西五經是關於什麼 我的答案很簡單 摩西五經其實是關於耶穌 我們怎麼知道摩西五經是關於耶穌 耶穌說的 我為什麼要相信耶穌 如果你不相信他 你不應該在這裡 但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開始 我們信我們的救主 是主耶穌基督 我們聽聽我們的救主 怎麼說摩西 或者摩西五經 如果你們信摩西也會信我 因為他寫過關於我的事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 怎能信我的話呢 耶穌說什麼呢 摩西五經是關於什麼 是關於他 如果 你記得我說 英文更加清晰 他說 Moses role of me 他不是說他 都說過幾句關於我的事 他仿佛的意思是告訴我們 整本書都是關於我的 你不知道嗎 如果你看摩西 現在你看到我 你不相信我也很難 你現在不相信我 是因為你根本就不相信摩西 你根本就不是在讀摩西 你將你自己讀到摩西 你不是將摩西去聽摩西 究竟在說什麼 所以我們去看舊約 或者我們去看摩西五經的時候 我們要記住 摩西五經最終是指向主耶穌基督 尤其是指向主耶穌基督的 受苦進入榮耀 如果你有機會回去看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是非常重要的經文 在當中耶穌曾經多次說 舊約是關於他 我讀一讀第二十四章 第四十四字給大家聽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和你們同在時 所告訴你們的話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書和詩篇 加上詩篇 上所記一切指著我的話 都必須要營焉 那什麼叫一切指著他的話 如果你回去看《路加福音》的上下文 你知道是在說 受苦進入榮耀 整本就是指向主耶穌基督 受苦進入榮耀 所以我想你和我們一方面 我和你看《創世記》 《卓埃及記》《利美記》 一方面我們在讀當時摩西寫 他為什麼要寫等等 一會兒說究竟是不是摩西寫 這其中一條問題是這樣的 待會我再說 但另一方面我們知道 背後有個影子在 這個影子是將來 原來這本書是一個影子 指向一個更偉大的故事 是耶穌基督的故事 我們五次 或者其實我們有七次 因為《創世記》 我們會分三次講 題目是《堕落救贖》三部曲 這是今天我們要講的 《蔡埃及記》是偶像資家圖生記 《利美記》是聖結君王保衛者 《文素記》 《抗野中的大滿逸》 《最後生命記》 《深守國禮心愛主》 其實我覺得 你去讀《摩西五經》 其實是很划算的 划算的原因是 如果你單單從篇幅來講 《摩西五經》是187章 佔整個《九約》 《九百二十九章》 《聖經》裡面 只有五分之一 但是你所得到的神學 神學主事 差不多八成 如果你掌握到《摩西五經》 這個《生命記》所影響的 其實是很棒的 如果你真的很好 你掌握到裡面一些主題的時候 你已經掌握了《九約》《聖經》裡面 八成的一些主題 但是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讀的不是為了知識 我們不是要有更多的知識 而是要認識上帝 要成為一個我們的生命更被上帝所改造 所以在這段日子的時候 我給大家三個功課 第一 好好讀《聖經》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和我們一起 我不知道你過去那星期有沒有七七四十九 七天你可以一天讀七章 可以讀完《创世紀》 其實《创世紀》都可以的 為什麼就算你沒有讀到 你大概都記得這個故事 除了《埃及記》都可以 除了《會幕》之外 那段 那二十章是比較難頂 可能你去到《利美記》那裡 可能你要跟一跟 可能現在開始刨定《利美記》了 究竟《利美記》搞什麼 等等 好好讀《聖經》 我們需要知道一些背景 當然我們讀《聖經》是因為上帝的緣故 我們想認識它 世世上摩世 和我們一起去思想 究竟《摩世五經》是什麼 最後 徹徹地求 徹徹地求 你生命的成長 你屬靈生命的成長 不是生活 是生命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 從今天開始 我們每講一本書的時候 你會發現都會有形容 你會發現那些形容 是屬靈的形容 可能有人覺得 屬靈的形容就是不太實際 其實屬靈的形容是最實際的 因為我們今生人是很短暫的 我頂籠給你活到一百歲 但是我們所有的屬靈形容 是永恆的形容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裡 都好好讀《聖經》 世世上摩世 徹徹為自己的永恆 為我們屬靈的生命去祈求 好,我們開始去看看《創世記》 《創世記》 我們說的題目是 《創世墮落》 《救贖》 《三部曲》 在這幅圖畫裡 我有一個G 這個G可以代表《創世記》 當然,《創世記》 G也可以代表《創世記》 我想最終帶你在《創世記》裡 看到《耶穌基督》的福音 不過我們暫時不會講《耶穌傳》 我們從《創世記》開始看 在今天這個介紹裡 我想用四個部分去講《創世記》 我想你想一堆問題 OK 第一,我會很簡單地去介紹一下 《創世記》是什麼 希望你就算其他東西都忘記了 都記得隱言 一會兒我講了隱言 兩、三分鐘就完成了 希望如果你什麼都忘記了 你都知道 人家問你《創世記》關於什麼 你起碼知道那一段 接著我們會花多一點時間講背景 當你講一本書的時候 你要問這本書是誰寫的 這本書是寫給誰的 是什麼時候寫的 在哪裡寫的 還有最重要是為什麼寫的 如果不是你很容易會錯意的 所以我們一會兒會少少碰一下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也是我收到那幾份 其實都挺學術的問題 我只能碰到一點點 接著我想花更多時間 和你看看這本書的特點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明白《創世記》 而最後《創世記》給我們的訊息是什麼 OK 接著我想和你應用《創世記》 《創世記》就不只是一堆故事 《創世記》也不是 我現在學了很多舊藥的東西 不是 《創世記》最終是要我們形容 我想和你講 每一本《聖經》 六十六本書 都是要你生命的轉化 要你應用的 所以我們最後無法去應用 這個都是學術研究的 沒有什麼意思的 而我們真的需要去應用 但我想講一講 怎樣去應用 怎樣去應用 很多人不太明白的時候 將這個應用變成很自我中心 譬如說 我們在讀阿伯拉罕和沙拉 他年紀老邁 但也能生一個兒子 即是說 我們當中如果想生兒子 再也會說 手中沒有難成的事 只要我們繼續求 我們都是阿伯拉罕的兒女 我們的爸爸可以生到 我們都應該生到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的 是吧 或者有沒有聽過《約室》的故事 就算你這個星期沒有看過 沒有回去看《約室》 你大概都知道《約室》的故事 《約室》的故事 講一個年輕人 關在埃及的奴獄裡 但是他又很敬為神 上帝很祝福他 他又被人冤枉了 他那個老婆勾引他 他又不冤枉了 那《約室》的故事講什麼呢? 是否說 如果我們忠心上帝不妥協 我們就會快速進升降《約室》呢?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想過?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查經班 星期六早上 我去過查經班 剛巧查約室 我們查經班的人都很熟悉 但那天來了一個新的朋友 這個新的朋友 都叫自己是挺好的 不過其實他已經很久沒有回教會 他是我們朋友的親戚 所以他來了 我們讀了一次《約室》的故事 我就給他們一個陷阱踏 我就說這個故事真是好 是否說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有個年輕人 剛剛進入大公司工作 然後那個大公司上面的老闆 要他做假數 這個年輕人死都不肯 然後兩年之後他就會成為公司總裁 是否這樣呢? 我說大家怎麼看 很明顯這些是陷阱 當然沒有人敢踏 大家已經熟悉 熟就是熟我想這些事情 除了這位新朋友 這個新朋友已經很久沒有去教會 也不看聖經 但他當然知道這個故事 他又很忍不住口 他想了一會兒 我相信上帝可以讓他成為總裁 他說你死了 你錯了 那究竟錯在哪裏呢? 錯在就是把故事 丟進入我們的世界 沒有想過 其實我剛才說到最後 我也告訴你 約室的故事是講耶穌 所以剛剛其中一個問題問 約室跟耶穌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約室呢? 即是耶穌有受死復活 第三天受死復活 約室是第三年受死復活的 是嗎? 他監災在奴獄裡 是三年的時候 然後他就被升 所以約室跟耶穌有個共同的伏質 這個伏質就是受死復活 受死復活 是令到他高升到一个荣耀的位置 想请问你基督徒在世上 如果我们忠心不妥协事而罪主 是否会升到荣耀的地位呢 答案是会的 不过不是今世 你明不明白 是会的 是一定会的 不过不是今世 这句说话就令很多人立刻跌倒 不是今世 那拿来做什么信来做什么 That's the point 我们所信的信仰不是今世 是讲来生的 那个盼望 我立刻给你一个例子 保罗今世有没有上到荣耀的位置呢 没有的 说真的一句 他未信耶稣之前非皇腾达 他未信耶稣之前 如果你多给他几年 他真的上了位 但他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截至拜退 不断滚的 滚下山的 越信越坏 但我想问你了 保罗会不会进升到荣耀 当然会了 什么时候呢 復活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真的信耶稣的基督徒 都是会有一个受死复活的pattern 你可以说比特一样 若寒一样 我们会不会去到荣耀位置会 不是这一世人 我不可以说你做事一定被人踩的 我不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这个年轻会不会两年之后做了总裁 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的 完全不是的 他可能两年之后在那个 mail room 做过送信 就差不多了,已經被人踩到這樣 機會率是絕對高於他想去做 因為這個世界不是我們最終的盼望 所以你去應用的時候 我想告訴你 應用一定是要經過十字架 整個創世的故事會去到十字架裡面 帶我們進入新洋 接著你先應用你才行 否則你很容易搞錯 開始這個隱言 那兩分鐘希望你怎樣都會記得 如果有人問你創世記是一本關於什麼的書 其實很簡單 顧名思義創世記就是講開始的書 是開始的 我想你記得創世記是關於四件事的開始 有四個開始 第一個 創世記是世界的開始 你可以看創世記第一章 你知道整個世界的開始是創世記 一會兒我會說一下上帝創造世界 因為其中一條問題都有這樣問的 不過我都準備講的 就是上帝是否從無變有來創造呢 就是creation out of nothing 第二個 不單是世界的開始 是人類的開始 如果你去看創世記第一章 去到尾的時候 人是第六天才出來 然後第二章都會繼續講人 如果你去看那個pattern 人類的創造是整個世界創造的高峰 因為之前上帝都會說好 好 好 就是他做了一天 然後說好 這一天好 這個字很有型的 或者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好字 在希伯來聞到 因為你以後 去到 去到這個什麼 去到出埃及記 這個好字都會繼續出來 比如說摩西生了 你也生了一個寶寶 摩西出來 然後說他做什麼 好啊 這個兒子好啊 不是很帥的兒子 其實他是把摩西 帶你回去上帝起初的創造 這個兒子是好兒子 好兒子是屬於上帝的東西 所以你要開始 你抓到一些重要的致詞 其實你繼續看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不斷出現 這個世界是好好好 但去到人類上帝說了一句 very good 不是good那麼簡單 是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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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這個就是頂好 我不知道 中文是甚好 甚好好像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甚好不夠好 其實他頂好 平時就是一隻手指 去到人類之後 嘩 兩隻頂呱呱 這個是整個創造的高峰 一說高峰當然有下垂 所以 《創世記》是四個開始 世界開始 人類的開始 好景不常 罪惡的開始 第三章 《創世記》第三章 然後還沒完完的故事 如果是罪惡的開始 那就死了 罪惡當然加上死亡 最後是《救贖》的開始 OK 《救贖》的開始 是在《創世記》第十二章 OK 我想如果你是刺激的話 你開始想 《世界》是第一章 《人類》是第一章至第二章 《罪惡》 《死亡》是第三章 《罪惡》 《救贖》不是第四章嗎? 不是 或者是第三章 但是第三章 我們會看到 是有一個《救贖》的應許 但《救贖》的計劃 其實沒有即刻開始 直至第十二章 十二章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新的人物出來 叫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是整個《創世記》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當然有人說 這個《救贖》的開始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 就是以色列人的開始 中國人的開始 但是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看的不是以色列人的開始 是《救贖》的開始 當然《救贖》是源於猶太人 源於以色列人上帝的簡傳 好 這個就是隱然 所以如果你什麼都忘記了 我希望你記得這四個開始 在這個大圖畫 這個隱然的背後 我們開始問這幾條幾困難的問題 問題就是 誰是作者? 誰是對象? 在什麼時代那裡寫 而最後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我們通常 如果你回到教會 或者你去主教學 也好 他都告訴你 答案當然是摩西寫 是嗎? 即是摩西 摩西寫 《創世記》 或者《創出禮民生》 都是摩西寫的 他寫給誰呢? 寫當然是摩西當時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幫人 是嗎? 在什麼時代寫? 就是出埃及的時候 出埃及的時候寫的 OK 目的是什麼? 我想你想想 目的是什麼? OK 目的是什麼?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 是不是大家都很開心? 是不是大家都很期待 期待已久的應許之地 我們一起快快去? 原來不是的 如果你有機會 下個禮拜 今個禮拜 你開始看出埃及記 甚至文素記 你會發現 以色列人好像很懷舊 很懷念 是嗎? 即是去到某個位不夠食物 或者他覺得不夠好吃 他會說 我們以前在埃及打邊爐 不知道多開心 有什麼大魚大肉 老人痴癌症 那時候你做奴隸 那為什麼會有得打邊爐 是他作出來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你發現 以色列人對埃及是非常之懷念的 甚至 如果你記得我說出埃及記 就是偶像之家逃生記 我們可以這麼說 他人就出了埃及 埃及就繼續跟著他去 所謂埃及就是埃及的偶像跟著他去 於是因為這個偶像 在他的生命裡 他經常都看回以前那裡 那你說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不要回去埃及 千萬不要回去埃及 死了 不要回頭 所以你發現 如果你開始明白 整個創世紀有一個角度 有一個目的 就是叫以色列人不要回頭的話 你開始明白某些故事的原由 譬如說羅德的老婆 然後變成嚴柱 這個故事 在當時的時代 當以色列人讀到的時候 這個是要警告他們 警告他們不要回頭 等等 好 我稍後再講多點這個目的地 先講講一個作者 通常我們都會說他是摩世 但是其實在學術上 或者是很多人慢慢想想 因為創世紀 去到生命記 摩世都要死 難道摩世自己寫自己死的那一幕 那就奇怪了 Anyway 有些人做了很多研究 就說 其實創世紀 或者創出來的紋身 是有多幾個作者的 那叫誰呢 我叫他做摩東摩西摩南摩北 你當他開台吧 四個人 當然不是叫摩東摩南摩北 他其實叫JEDP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問的 這些所謂的理論 第一次聽到都很酷 然後又覺得 糟了糟了 我們現在教會教的就錯了 那又不用那麼害怕 這些東西 在每個時代興起的東西 我們上帝都會興起 一些好的作者 是可以去跟他就算的 那我想跟你說一下 我不知道 我其實預料是跟你說一點點的 因為 我預料你出去 一定有人跟你說這些東西 那你不用全知道很多東西 沒什麼意思的 不過 你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別人跟你說 你會說真的這樣 不用怕的 日光之下無身事 這些東西 JEDP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 有人說 某學者 這個十九世紀的時候 他說 當你去看 譬如說創世記的時候 你發現原來創世記不是一個作者寫的 因為很明顯 有些地方是J J就是耶和華 他叫耶和華 他的名字叫耶和華 但有些是叫Alohim 即是上帝 如果你看第一章是上帝 第二章是耶和華 所以他說 其實他可以分到 這一段是J作者寫的 另一段是E作者寫的 D作者寫的 P作者寫的 這個也不算厲害 最厲害的是 其實JEDP 都在不同時代裏寫的 這個東西厲害了 這些所謂的聖經學者 其實真的不多信聖經 他相信聖經是人寫的 OK 於是 他們通常 Date那本書是很遲的 就是說 創世記不是摩西寫的 因為如果摩西寫就很早 他說創世記其實是很遲的 可能他們秘魯回歸的時候才寫的 OK 所以 他寫的目的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一直在說目的 是吧 我跟你說的目的就是 摩西寫給當時的人 叫他們不要回埃及 但他們不是這樣說的 目的是 他們要創造 以色列人的宗教歷史 簡單來說 很可能是老作的 作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要建立一個 以色 即是建立猶太教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那個意思 就是說 很多東西其實 不知道有沒有發生過 是一些傳說來的 但是 後來有些人覺得 我們的宗教現在很鬆動 我們一定要有些文獻 這些文獻成為我們整個宗教的基礎 於是有一班人 有一班學者 就創造了J 然後有一班學者 創造了E 然後D P 然後每個時代裡面加 然後最後 哇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這個成為我們的文獻 我們通過這個文獻 我們就有一個猶太教的總綱 通過這個文獻 我們就可以控制我們現在的人了 當你被他帶了油花園 走一輪之後 那上帝在哪裡 不知道 不關上帝的事 上帝還上帝 這些是人作出來的東西 在整個故事的背後 其實是有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 他們不相信有一件事叫啟示 今天我希望你相信啟示 或者我希望你聽過什麼叫啟示 我最近在我們教會裡面 我開了一個福音班 那我用J.I. Packer的一本書 叫做《簡明神學》 《Consite Theology》 那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有九十四個四章 即兩三頁就是一個 topic 一個很堅強的神學 topic 叫做簡明神學 其實一點都不簡明 不過 即是簡單 不過一點都不容易明白 我這樣說 但是你看它九十四章 當然大家聽過神學的東西都知道 有神論 基督論 聖靈論 教會論那些東西 但是它第一論是什麼呢 第一章聖經 即是第一章它選擇開始說什麼呢 是聖經論 是聖經論 因為我們所有的神論 基督論 聖靈論 教會論 從哪裡來呢 聖經 如果你不信聖經 其他的東西全部是很鬆動的 是吧 你的基督論 其實是人造出來的 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聖經學者不相信 譬如福音書真的在說耶穌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東西 是彼得老作的 是吧 保羅的東西都是保羅自己老作的 你明白嗎 你這樣的時候 那你有什麼好信啊 沒有什麼好信的 是吧 真的沒有什麼好信的 我怎麼知道耶穌講的什麼 這些是後來他的門徒加班 去擺他的口來講 其實講到尾 他們有一張底牌 那底牌就是耶穌根本不是神 耶穌是一個好的老師 不過他死了之後 有些人想他的精神繼續流傳 要耶穌成為一個新的宗教的領袖 有什麼最好的方法呢 將他變成神仙 是吧 然後告訴他他死而復活 是吧 於是呢 就加很多東西到耶穌的口裡 寫了一些福音書 就是說所有的福音書其實是不可靠的 也不是耶穌自己親自說的 他真的是一個好老師 不過他死了很慘 我今天不是想跟你講這些 希望我們發發脆脆回到聖經 你明白嗎 意思嗎 但因為那些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問的 我也不想你出去 沒有人不知道這些 有這些東西 但我想告訴你 他們有一張底牌 他們有一張底牌 他們的底牌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這個問題是其中一個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有什麼辦法證明推翻 有些很學術的書 你可以去看的 不過你說我們怎麼知道 比如說 當然這個又去到基督論了 那就是究竟耶穌 耶穌當時是 他人還是神 神人議論那些東西 耶穌可能也不是很聰明的 他來了這個世界 他empty了他 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他將他的神聖 傾倒了 他成為一個人 所以他不知道很多東西 他不知道 原來摩西不經不是摩西寫的 你明白嗎 有很多很奇怪的理論 但我告訴你 其中一個 為什麼我們相信 創出來的紋身 是摩西的作品 是因為新約 是新約這樣寫的 當然說 我又不是很相信新約 那你什麼都不要相信 如果你是這樣 沒有了 我們去zero 但是如果你從新約 我作為一個 我相信了耶穌 我從新約 開始明白這一切的時候 其實你絕對有理由相信 那個作者 是摩西 我想說多一點 就是 就算我們今天 福音派的學者 都不一定相信 由頭到尾都是摩西寫的 但是我們相信 最core 就是最中心的思想 起初原稿 是摩西所整理的 然後 後來有沒有這些人 重新 我們叫做 editor 就是他們 後期編輯 是有加了一些的 但是整體 其實你看到 整體 那個目的 或者那個對象 真的是 以色列人 真是當時 塞埃及的 以色列人 我想和大家看一段聖經 很有趣的 這段聖經 就是《創世紀》第十二章 那地遭遇飢荒 阿伯蘭因那地的飢荒嚴重 就下埃及 要在那裡寄居 將近埃及 他對妻子撒來說 看啊 我知道你是美貌的女人 接著不讀了 去到最後 第二十節 於是法老吩咐人把 阿伯蘭和他妻子 以及他一切所有的都送走了 OK 你看這幾節聖經 或者這個故事的時候 如果你在查經 那你怎麼應用 你怎麼想 怎麼明白這個故事 尤其你想想 如果你在夫婦團契 查這段聖經 那你怎麼辦 哎呀 我們男人真是壞 有時怕死 就把老婆 不要冤枉了 我們都是有這樣的罪性 不要以後對老婆好些 那是否這樣 這段聖經正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這段聖經 是埃及在聖經裡第一次出現 當然埃及之前的名字 埃及除了一個地名之外 也是一個人名 在《創世紀》第十章 是出現過的 但是作為一個地名 作為一個國家名 埃及第一次出現 埃及第一次出現 OK 他提出了一個故事 故事就是因為饑荒 去緣故 阿伯蘭和沙拉去了埃及 但是最重要 在整個故事裡 埃及其實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他差點撞板 在埃及 不要緊 最後耶和華 顯現給法老 然後救了他們兩個出來 甚至帶著財產走路 這個故事 其實是以色列人現在的翻版 你知道嗎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看不到這些字 不要緊 你回去看YouTube也可以 其實聖經學者告訴我們 其實《創世紀》是一個很偉大的文學作品 它前面這個 我先去看看 《創世紀》第十二章 這個小小小 剛才我們讀的小小故事 在最後四十一章開始 又是因為一個飢荒 是那十二個兄弟要去埃及 接著又可以認識藥室等等 接著再出埃及 所以聖經學者說 當他們看前面這個小小的故事 其實是一個影子指向最後出埃及的故事 在說什麼呢 他帶他們回去 你看看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他有沒有留在埃及 沒有 他走得好 上帝拯救了他 我問你 你是不是亞伯拉罕的兒子 你是不是亞伯拉罕的後代 是不是真 是真後代 你應該跟回亞伯拉罕 走哪條路 你又走哪條路 沒有理由回去 埃及不是一個好地方 你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整個故事 背後的目的 我想證明什麼呢 我想證明你 告訴你最後的目的 真是叫他們不要回亞伯 而這些東西 讓你看到作者和對象 真是摩西和出埃及的人 就不是後來的人在說 他們創造一個新的宗教 我和你看創世紀的結束 你看到創世紀的結束 亦都在預備出埃及記 或者是鼓勵他們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留在埃及 或者回埃及 因為創世紀裡面有兩個英雄 假設一個叫阿伯拉罕 另一個就是約實 約實實實是創世紀裡面的英雄 約實對他的兄弟說 我快要死了 但上帝必定看顧你們 領你們從這地上去 到他起誓應許給阿伯拉罕 以撒瓦角之地 你想想這個應許之地是什麼 就是加南 你想想現在的情境是什麼 摩西帶著一些以色列人 出埃及現在去加南 以色列人有點想後望 這個就是創世紀最後的高潮 跟你說什麼 我們那個祖宗約實 我們最大的英雄 他現在死的時候 他說 上帝一定是帶你們去這個應許之地 然後約實自己做了見證 約實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 上帝必定眷顧你們 你們要把我的鞋骨從這裏帶上去 不要留下我在埃及 千萬不要 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 不是來埃及的 他是要去應許之地 我死了 你也不要把我的骨流失在埃及 如果我也是這樣 你說你應該有機會去 為什麼不去呢 你一定要去 約實死了 那時他一百一十歲 人用香料塗料 他就收斂在棺材裏 停放在埃及 這個就是創世紀的結束 創世紀的結束 是在預備出埃及的 或者創世紀的結束告訴你 一定要出埃及 不可以回埃及 OK 那我講了一點 我們現在看看 究竟 創世紀是一本什麼書 我們一想起創世紀 我們想起很多的故事 包括這個是羅亞的洪水 這個是阿伯拉罕獻以撒 這個是索多馬 假設的 最大的其中一個弊柄就是單元式 單元式教學 今個星期就和你看一下羅亞方舟 下個星期就和你說一下約實 然後又再回到阿伯拉罕 然後又再回到伊甸園 那些撈亂了 你明白那個意思嗎 撈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在看單元劇 我們現在是在看連續劇 OK 所以次序是否重要 當然重要 不是這個星期 就是那個老師 心裏面想到什麼故事 就說一下那個故事 反正每個故事都是有個預言 你以為伊索預言嗎 大哥 不是嘛 聖經不是伊索預言 不是抽枝好籤 然後說個故事 大衛大戰哥利亞 這樣搞定 喂大衛大戰哥利亞的上文下理是什麼 那本書講的是什麼 你明白嗎 你不可以假設它是一個伊索預言 它不是一個伊索預言 所以我們一定要問它的架構是什麼 我還沒說架構之前 都回答了一點 都是跟這個故事有一點關係的 很多人去看這個創世紀 很容易把它變成一個科學書 都不科學的 神經病 從來沒有告訴你 是科學書來的 你自己想多了 我想說 我沒有很多時間 所以我想告訴你 就是我們看創世紀很容易 想多了 也很容易想少了 想多了的意思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科學書 OK 其實 聖經學者都已經觀察到很多東西 這個叫framework的一個theory 他就會告訴你 有時候有人說 星體第四天才做 為什麼第一天已經有光 你當別人傻嗎 你不要當那些古人那麼蠢 他說他寫作的手法 你看不到 不過他說 他是有一個framework 一和四是一對 二和五是一對 三和六是一對 一是說光 然後有光體 二是說天與海 然後有天與海裡面的動物 三是說地面 然後有動物和人 即是說他每次都有一個時空 然後那個時空裡面 有些人去掌管他 去到第七天的高峰 那個時空就是安息日 在安息日裡面 誰作王呢 所以他是一個精雕細鳥的文學作品 他不是跟你寫科學 他是跟你用文學去展示神學 展示神學最後有一個世界觀 那個世界觀是什麼 上帝在這個世界裡面作王 所以你不要把它讀多了 但你也不能把它讀少了 什麼叫讀少了呢 有很多人就會把 《創世紀》一至十一章 全部都是傳說來的 你知道每個文化都要有一個 開天闢地的故事 中國人也有開天闢地的故事 然後中東人也有 猶太人也有開天闢地的故事 有沒有發覺那些開天闢地的故事 很多時候都是很相似的 但是因為很相似 大家都會覺得 都是大家差不多去作或者抄一下 從來沒有想過 可能其中一個故事是真的 你明白嗎 其他那些東西都是抄過真的 所以抄一下就很相似 但相似又有些變 但是他沒有辦法 為什麼那個人的學者 永遠不會說 以色情是真的 因為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就每個都一樣 comparative religion 將所有的宗教去比較 於是 其實中國人的故事也差不多 我想你不要把它變成民族的傳說 是上帝的話語 是上帝的真理 OK 我們要快走 五十章的聖經 怎樣分呢 有人說用歷史來分 分三段 是世界的歷史 人類古舊的歷史 以色列人的歷史 OK 世界的歷史 即是世界創造的歷史 第一章到第二章 少少 人類原始的歷史 第二章到第十一章 然後呢 就是以色列國的開始 十一章到五十章 這樣分呢 頭痛的地方就是 哇 在最後那個舊東西 那個派很大 你明白嗎 即是世界只有一章 人類歷史就二至十一章 即是十章有聖經 然後後面那個 哇 即是十一到五十章 這樣好像看不到些什麼 這個是用歷史來分 第二呢 是用文學來分 那聖經學者的話呢 原來呢 在創世紀裏面呢 有一個 經常出現的詞句 叫陶勒刀 陶勒刀的翻譯呢 就是 什麼的後代 你有沒有聽過 或者 什麼的家譜 天地創造的來歷 來歷是陶勒刀 然後 這是阿當後代的家譜 這是羅亞的後代 這是什麼的後代 什麼的後代 什麼的後代 那 他說 整個創世紀裏面 有十個套 那樣 就把創世紀分成十一段 哇 OK 很精彩 不過精彩得來 分成十一段 那你就是看不到東西 對吧 十一段 那麼仔細 也都不知道 而且這個分化 也都有其他的問題 譬如說 在這個分化裡面 是沒有阿巴拉罕的 沒有阿巴拉罕的後代 反而是他爸爸 即是 Tera的後代 也都沒有 躍失的後代 一些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人物 在這個結構裡面 是無法出來的 所以我就提出第三個結構 最簡單 簡單得來 你都很清晰 看到整個故事 就是用阿巴拉罕做一個中線 阿巴拉罕是整個創世紀的中心 接著就 Before Abraham After Abraham 在阿巴拉罕之前和阿巴拉罕之後 上帝給了一個救恩的應許 給阿巴拉罕 之前是講世界的墮落 之後是講 那個應許如何成就 那你這樣來看 我希望幫到大家 看到這個創世紀的架構 第一段是創造墮落原始的歷史 第一章至十一章 第二是阿巴拉罕和他的兒子和孫 以撒雅各 第二十二章去到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開始有另外一個最終的主角 不是整本聖經的主角 是在創世紀裡面的主角 約失被賣 接著他成為埃及的宰相 如果你留心去看看這三段 是紅燈 黃燈 綠燈 第一段是講 創造之後的墮落 一會兒跟你講 為何創造之後的墮落 去到十一章 第二段講到這個 舊屬的開始 第三段講到 舊屬的成就 我想告訴你 你假設 聖經第一本就是創世紀畫 你在這三個部分裡面 你已經看到一個 我叫做迷你小福音 迷你小福音 在這個福音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墮落 是吧 接著上帝通過阿巴拉罕 開始要開展一個舊屬 而阿巴拉罕其中的後裔 他會使萬聞得福 那個後裔是誰 在這個故事裡面 是約瑟 其實這個故事還未完 所以這個是一個 迷你的小福音 這個迷你的小福音 其實是指向 將來有一個更偉大的福音 這個迷你的小福音裡面 為什麼我說約瑟 是那個救世主的形狀 因為他成為埃及 然後他救了很多人 如果不是饑荒 會死很多人 不單是埃及人死 有太人死 整個地區都死 但這個也是一個 迷你的圖畫 我想和你看一看 創造墮落的這件事 我都要很快 在第一章至十一章裡面 你應該會記得有一個癮 有一個癮 你可能一定在詛藥學 一定聽過 叫做羅雅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我小時候看羅雅故事 我都搞不清楚他 究竟他好人還是壞人 他很明顯是一個異人 上帝挑選他和他一家 其他人死了 只有他一個 上帝說他是異人 所以就選了他 但後來 我不知道他和兒子 做了什麼 你記得那一幕 我小時候都聽過很多 牧師在猜測很多 其實沒有人知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我們是裸露 就是知道他裸露 不知道什麼 到底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這些事情 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重要的地方 原來 你又看不到 不要緊 你回到Youtube 原來聖經學者說 當你去平衡 創造和墮落的故事 第一章 至於三章 去羅雅的故事 原來他們是很像樣的 很像樣的 你記得上帝是怎麼創造這個世界 這也是其中一條問題 上帝是否從無變有的創造 如果你想看《創世紀》第一章 是這樣的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 深淵上一片黑暗 上帝的靈魂行在水面上 是不是從無變有 好像不是 上帝創造的時候已經 地是空虛混沌 即是有地 深淵上一片漆黑 上帝的靈魂行在水面上 好像已經有水了 創造不是從無有到有 我想這樣說 創造是從無至有 這是一個系統神學的理念 就不是《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節 去說出來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有人問你 上帝是否從無對有 你作為一個基督徒 你信不信這件事 他答案是 我信 不過我不是因為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而信這件事 你明白嗎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你一說我信的時候 那些人很聰明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根本一早已經有水了 那你別想這件事 我想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水這麼重要 因為起初還沒創造之前 好像所有東西都是水 然後上帝的靈在水面上 然後將水和乾地分開了 當羅雅故事發生的時候 上帝看到那些邪惡的魚 然後做什麼呢 用一個洪水毀滅了世界 當上帝做了這個工作之後 這個世界基本上 我們叫做reset了 從創造變成我們叫做uncreation 什麼叫uncreation呢 就是將這個世界淹沒了 然後有了一隻甲子 很有趣 甲子是否跟聖靈有關係 有一個新創造的關係 然後水開始退了 然後綠地開始生 這是一個新的創造 然後在新的創造裏面 羅雅又是一個原子裏面 所謂飲醉 有沒有想過這個原子 跟伊電源有一個平衡來的 然後羅雅就失敗了 我也不知道他失敗了 不過沒關係 總之他失敗了 因為之後你看到人的邪惡 又蔓延這個世界 所以聖經我告訴你 其實創造墮落 在創世紀裡面是墮落了兩次的 羅雅是那個新的亞當 他reset 當然第二次就不需要有撒旦 為什麼呢 因為罪已經入了世界 於是不知道為什麼 羅雅和他的兒子搞了什麼 之後我們看到罪的擴散 我想很快讀一讀這個故事 這個巴別塔的故事 他們彼此商量雪來 讓我們來做磚 把磚燒頭鳥 他們做拿磚作石頭 又拿柏油蕩泥漿 他們正在見這東西 這個見的用什麼來見呢 用磚 你聖經裡面哪裡有見到有磚呢 其實是出埃及紀 你明白嗎 所以看到這東西 就是出埃及紀之前的埃及 是吧 這個巴別塔 其實就是出埃及之前 就是埃及之前的埃及 結果是上帝搞定了他們 其實有少許跟我們說 上帝審判巴別塔 他也會審判埃及的 他們說 來 讓我們建造一座城或一座塔 塔頂通天 我們要為自己立明 免得我們分散在世界上 為什麼他們要建這座塔呢 因為他們要為自己立明 為什麼要建得這麼高 要通天呢 因為他們想去上帝的家 是吧 即是去和上帝 將他擊退 以至有一個無上帝的世界 也會說 江林要看世上所建造的成語塔 來我們下去 在哪裏變亂他們的語言 使他們語言不通 於是他們分散了 這個故事其實是非常喜劇化的 因為他說他們要建一座塔 是通天 通到上帝那裡 但是上帝要來找他 要幹什麼 要降臨 要下去 即是他們想去到上帝的高 但上帝問為什麼這麼矮 那個塔為什麼這麼矮 我們還要下去才能去到 即是他們不能到上帝 以卵擊石 但上帝不要再次滅中 不要再用洪水 上帝分佈他們在地面 其實是一種保存他們 以至救恩可以來到他們的當中 OK 我看這麼多 阿伯阿罕的出現 最後 藥室被賣成就了救恩 是紅燈 黃燈 綠燈 所有的東西是一個迷你的故事 指向新約主耶穌基督的聖經 OK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想我再講完下一張 slide 我們停一停 下個禮拜回來我再繼續講 我們怎樣去明白整本聖經 你要發現我們正在讀的是創世記 但你發現這個創世記彷彿是指向聖經的終結 在創世記的開頭有一對夫婦 在一個原子裡 這個原子有生命樹 有河流 是吧 有沒有記得在聖經的終結裡 又有另外一個原子 我們叫做City Garden 城市花園 花園之城 大了很多了 現在不是一個小小的 有一對新的夫婦 這對新的夫婦就是基督語教會 是吧 接著又有河流 又有生命樹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作者 你寫一本書 你喜歡他前後呼應的 是吧 最後那一幕 咦 物仔之前已經看過了 是吧 那個終結和他開籌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因為是同一個作者 聖經是很特別的一本書 六十六本書 當然最後寫的約翰 就不是起初的摩西 然而在他們之上 有另外一個作者 是上帝 開始的故事 已經佈局了將來 本來伊甸園是一個最完美的地方 但是因為蛇的緣故 因為人的罪的緣故 黑暗進入這個世代 是吧 但是因為救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將這個黑暗驅走 在最後新天新地的時候 有一個永遠的湖 正好對應那條靈蛇 是吧 被撒旦進入這個湖裏面 在整個故事的中心 是耶穌基督的救恩 在這裏我就停一停 我下個星期我回來 我會繼續帶大家進入 塞埃及記 希望今天講的東西 對大家有少少的幫助 OK 我們做個祈禱 我們天父求主你幫助我們 我們是活在一個 都挺混亂的時代裏面 當中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學術 對於我們本聖經有很多不同的演繹 有時候我們聽到的東西 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恐懼 或者他們在震動我們信仰的基礎 然而我們感謝主 在每一個時代裏面 你都興起你自己的伯仁 去教導你的真道 當然在每一個時代裏面 這個福音仍然是所信人的拯救 你的聖靈仍然都在我們生命裏面 去繼續運行 求助你通過我們這一系列的 一起的查經 會幫助到我們的弟兄姊妹 去多明白你的聖經 更加看見聖經的榮美 見到主耶穌基督的影子 讓我們都是全心全意的苦福在你面前 我們這樣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妹